好來看到的是在桃園有一名四歲大的男童 他五月底的時候才剛剛確診康復 沒有想到呢又突然癱軟 沒有辦法站起來 這男童的母親非常焦急的 抱著他直衝了派出所求救 而基隆也有曾經確診過的外地婦人 端午節連續假期的時候 到了廟口夜市去玩 卻突然吸不到空氣 兒子慌張求助路口的遠景 最後警方火速幫忙開道即刻救援 媽媽抱著四歲大的男童 安全帽都來不及脫 直接衝進桃園中路派出所 著急跑到值班台前 請值班遠景幫忙 原來是他的兒子 五月底才確診痊癒 4號在家突然雙腿 癱軟無力無法站立 擔心騎車去醫院會耽誤救治 向警方求援 遠景一聽立馬出手相助 讓我靠旁邊借給我一下 兩名遠景立刻跳上警車 打開警示燈鳴笛 還用廣播器請車輛 讓到火速護送母子 在四分鐘內遞搭醫院 所幸這名男童 只是電解直屍和沒有大礙 但基隆也有驚險瞬間 即刻救援 車上有一位分島 可能要送醫院 可以幫我們開道嗎 現在嗎 對 我們快遞來 我們知道是 好 警方在路口執勤 突然出現一名男子 交集求助 表示媽媽媽胸悶吸不到氣 驚險一刻 遠景當機立斷 緊急鳴笛開道 在晚上七點多車流巔峰 短短四分鐘內 互送到醫院救治 他們趕快發送人口 他之前有確診過 之前有確診過 對對對 原來尋新男子一家 端午連假 從新竹到基隆遊玩 媽媽竟在廟口夜市 突然難以呼吸 事發突然 他們路又不熟 只好求助警方 鎖醒遠景火速搭救 跨險為宜 記者綜合報導 其實有不少家長 特別把握機會 帶小朋友來接種疫苗 根據了機關署的統計 截至四日為止 已經有三十五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重症 這當中有十五例死亡 好 兒童腦炎 現在是家長最為擔心的 有醫師也再度在研討會上分享 如果幼童染上腦炎之後的幻覺 還有胡言亂語的狀況 好 不過對此呢 機關署義軍他說了 其實這不單是病童會如此 一旦這個病毒如果侵入你的腦部的話 就算是大人也會有這種反應 國內兒童仍然陷於風險當中 已經有三十五例十二歲以下 兒童重症其中有十五個人死亡 兒童腦炎是家長最擔心 常跟醫院醫師分享了一個特殊案例 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就是手就是很奇怪的姿勢 然後大聲的尖叫說 我們都要死掉了 然後跟媽媽說媽媽你傻了這樣子 大人如果出現其他一些 致病性的腦炎事實上也會有這種意識混亂 並不是專屬於這個COVID-19 病毒引起的腦炎 腦炎個案一再發生 激發了恐慌性疫苗施打潮 中正紀念堂兒童施打站最後一天 家長把握機會帶小朋友來打 就是腦炎蠻危險的 就想說還是讓他打一打 疫情這麼嚴重 他們心裡都會有壓力 截至五號六都七個BNT 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五天下來總計接種了 兩萬八千七百七十一人次 不少專家已經在想 何時打第二劑兒童疫苗 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邱正勳說 兒童疫苗第二劑間隔時間 美國建議三到八週 澳洲則是八週 感染科醫師黃高斌認為 指揮中心建議間隔八週太久了 應該改為間隔四週 BNT兒童疫苗甚至間隔三週就可以施打 兒童心肌炎發生的比例其實是偏低的 何況現在疫情正嚴重 應該以四週為限就可以的 不必到十二週這麼長 至少要打兩劑 才會產生它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保護力的效果 至於在美國有建議再打第三劑 那我們會考慮這第三劑也是要打 專家提醒 美國已經審查相關疫苗 台灣也必須超前部署 不然到時候等到第一劑退散 兒童疫苗風險將再度提升 記者張有此王一仲台北報導 新北的兩歲男童恩恩染疫病逝之後 他的父親五號才收到了 新北市消防局補給的通話譯文 好儘管市政府提供度音檔 但是呢基於隱私的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讓恩恩爸爸全部都帶回去 結果引發外界的批評 好對此新北市長侯友宜 更遭到質疑了神隱過端午節 新北市的消防局長已經作出回應 現在資料都已經全部準備好了 恩恩的父母可以隨時來聽 至於被外界懷疑神隱 侯友宜說外面的聲音都是好意 會全力來關懷恩恩的父母 恩恩媽媽當時的報案的錄音 還有依舊打給恩恩媽媽的錄音的內容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 隨時都可以聽 那我們也會派專人去新竹給他聽 或是恩恩爸爸決定要來我們消防局聽 我們都會配合來安排 另外就是我們還是強調說 基於個人的隱私跟個資的保護 那依舊與衛生局還有依舊與雙和醫院的 這個通話的錄音 因為恩恩爸爸不是對話的雙方的通話者 所以我們不會提供 不過當時我們在給恩恩爸爸的資料裡面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把相關橫向聯繫的 這個處置作為的資料也給了恩恩爸爸 我們對恩恩爸爸跟媽媽一家人 我們會盡情力來給予關懷 並按照相關的規定 全力提供相關的資料給恩恩爸爸 尤其我特別希望 由衛生局跟消防局兩局的局長 來當面跟恩恩爸爸做一個事情的整個來龍區目跟說明 讓恩恩爸爸能夠做充分的了解 那至於外面的聲音 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意的 我們大家都是全力的來關懷恩恩爸爸 總統蔡英文日前到了彰化基督教醫院視察 結果被民眾炮轟 根本是在作秀 對防疫毫無作為 在野黨也批評了行政院長蘇貞昌之前口誤 要戰勝防疫選戰 而並不是口誤 只是把心理話說出來而已 因為綠營大官們 傾心滿腦子想的只剩下選舉 總統蔡英文趁著端午廉價跑到彰化基督教醫院 要視察第一線狀況和關心醫護 但這動作也被質疑政治意味濃厚 百姓也不領情在網路上炮轟 網友批評蔡英文 防疫也是醫護做的 指揮官和總統做了什麼 沾著醫護人員辛苦守住的成績 你們好意思嗎 我們的總統只會在臉書第一線守護 如果不是民怨會走出總統府嗎 很多長者和小孩都走了 不知蔡總統端午佳節愉快嗎 在民進黨的眼中 年底選戰的勝利 仿佛比這一次防疫作戰的勝利還更重要 也因此蔡英文總統下鄉 就先去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而不是去看疫情最嚴重的縣市 恐怕就是因為天天想著選舉 行政院長蘇貞昌才會不小心口誤 說要震慎防疫這場選戰 防疫預算很多方面的錢是要今年的9月才開始花 那個當然是到底為了選舉 所以他的防疫基本上還是考量選舉 指揮官陳時中也斷言6月10號疫情就會大反轉 但明明疫情就還處在高原期居高不下 陳時中這番話也被解讀是為了市長選舉再鋪路 他是憑什麼來講這個時間 就是為了他7月份要開始選舉了 他認為疫情可以受到一定的控制 然後再透過大內宣受到防疫成績 做了多好多好 準備要選舉準備繞跑的一個行為 當政府大官們早已無心防疫 變成直勝選舉考量 民院會群起反彈 恐怕也是有跡可循 記者黃明君徐國豪台北報導 台北市立聯合1月 從5月12號開始實施了快篩陽性確診 評估視訊診療的服務 台北市議員戴錫青發現了 視訊門診實際看診的人數 是可掛號總量的40% 大約只有9982個人 但是其實民眾爽約的機率高達了30% 統計有33個視訊門診看診數都是0 根本是有醫生沒病患 很可能會浪費5到6成的醫療資源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加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只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